三亚终于走上了不归路 东北人纷纷逃离 连当地人也卷铺盖走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 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 很多人都纷纷去往周边的大城市发展和生活 其中三亚就是人们的首选 作为旅游圣地 这里气候适宜 风景优美 每年都吸引了很多游客来这里游玩 不过前段时间就有消息表示 三亚终于走上不归路 我们都知道东北的气候寒冷 很多人一到冬季就会跑到三亚去 如果有兴趣往三亚的话 会发现在当地有着很多的东北人 他们凭借自己的商业头脑 在这里混得风生水起 也赚了不少钱 不过当时他们来三亚的时候 房价比较便宜 没想到短短几年时间 经济发展迅速 物价飞速上升 房价更是在一直飙升 本是一个三线城市 却有着一线城市的消费 很多人负担不起高额的房价 以及物价 因此 很多东北人都想要逃离这里 除此之外 很多当地人都选择去往别的城市打工 这里的常住居民就更少了 如果在三亚奋斗一辈子 可能房子都买不起 最通俗的说法 就是工资没有跟上房价的上涨速度 作为一个旅游城市 如果想长久的发展下去 绝不能这样 如果想要改善当前现状 就控制物价房价 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